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样本数如何的选择 样本数的选择其实是在实验设计里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 每增加一个样本 我们可能就会增加了很多的成本 但是我们为了要误差要降低 我们希望提高样本数 所以在这两个条件之下 我们可以思考就是我们可以尽量的节约成本 尤其是在临床试验的时候 那个病人的这个选取的话呢 其实每一个都是很珍贵的 所以我们本身来说 这个N这个值啊 只要能够达到了基本的要求就可以了 那不需要的话呢 有过多的N 那么怎么做呢 假设是这样做的 我们假设是最大的容忍的误差 这个三角形我们念的是 Delta 跟这个Delta的话呢 是这是大写 Delta啊 那么假设母体Sigma是已知 我们在考虑一个叫做单位的假设的问题 虚无假设是μ等于μ0 那么对立假设是我们的拒绝欲是在右方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考虑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就可以导出样本数的一个下限 就是至少要有多少的样本才会比较合适 好 那现在在这个前提 假设是最大的容忍的误差是Delta的话 那我们先假设 先假设什么呢 这个μ啊 基本上来说 是变成了μ0 加上Delta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先假设这个呢 是因为有误差吗 这个已经错了 就是说我们希望的话呢 我们的母体的平均数是μ 但是基本上不是 那么现在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算式很重要 这个算式的话呢 各位同学要解读这个算式的话呢 要思考一个问题了 这叫什么 1-β 重点是β值是什么 这是形二误差 我们前面教过 1-β是什么意思呢 1-β就叫做减定力 什么叫做减定力呢 减定力就是说 这是什么意思 H1 is true H1是true的意思 就是说基本上 这个是错的 它已经是有误差了 而我们有能力 把这个错误的给揪出来的 这个我们就称为减定力 那么什么情况之下会揪出来呢 就是说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的 α在这边 这是α 那么这个地方是zα 如果说我们什么时候会拒绝呢 是到了这边 z值啊 是到了这里的话呢 我们才拒绝 到这边是不拒绝的 那么我们希望怎么做呢 减定力就是说 它已经是错了 但是我们却又拒绝 所以z大于zα 我们希望它录在这边 那么录在这边的几率 这个就叫做什么 这叫做减定力 就是基本上 它是 错的 h1 h1是true 就是说 它不是如我们h0所说的 那样的要求 那么好 那我们现在就得到这样的结果了 以后 我们继续往下解释 现在 我们假设h1 is true 意思就是 它已经是μ 已经不对了 它有一个差异了 那么这个μ是什么呢 有一个误差 有一个误差的前提之下 我们希望这个减定力 是 z大于zα 在这边 那现在的话呢 问题是 这个μ0啊 这个μ0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希望的话呢 是做的是 做一个箱 加一个μ0 这边是已经减的 所以我们这边再多减一个delta 目的是什么 等一下 我们来看 这个上面减掉delta 后面这个就跟着 也一样要去减delta 但是这边有分目 那么后面照抄 各位同学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要把它提出来 这就变成了加的 这就是什么呢 x bar减掉μ x bar减掉μ 除以sigma 除以根号n 这是什么 x bar的抽样分配 这就是z啊 我希望做到的是什么 我把改造成z 也就是说 这个题目啊 减定力是什么呢 z大于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我们记住 zα在这边 减掉一个数字 减到这边来 这就是我们的 一个关键的数字 我们等一下再画 画在下一个表上面 各位同学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在这里 zα减掉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就是所谓的减定力 那么它是 e减掉beta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块是beta 这是我们的形二误差 各位同学 你们看一下 减定力是等于z 大于zα减掉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叫做zα 那么我们就干脆把它 名字叫做zβ就好了 因为它是在0的左边 我们减这个是负的zβ 那么这是负zβ 来我们再算这个算式 这个地方负zβ 刚好就是zα减掉这个 我们的话呢 定成这样子 这个算式这样写出来了以后 于是我们把这个delta 移过来 移过来之后 最主要是我们要把这个 根号n 给它孤立出去 这个地方沉过去 怎么沉过来 于是n就可以得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算式了 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最基本的要求 n的要求 如果说这是zα 一般来说0.025的时候 就是双微减定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1.96 那现在这个题目 如果说是双微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单微 单微的条件 就比较简单一点 比较容易了解 双微很简单 把这个α改成二分之α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n的公式 就是至最少样本公式 那我们这个地方 考虑到了减定力 那么有很多的书的话呢 都没有考虑到减定力 那是比较简单的状况 我们这边也一起考虑进去了 那么现在各位同学要记一下 z二分之α加上zβ的平方 乘上sigma平方 这个是delta平方 这是我们的要求的 这是所谓的误差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立体 让各位同学看一看怎么做 假设有一个母体是常态 那么已知道母体的标准差 是sigma等于5 那么我们在检定这个 也就是说在显著水准是 α是0.05之下 假设母体的实际的平均数是61 各位同学 是不是60 不是 那么我们应该要去否定它 对不对 好 问题是 那么我们希望的话呢 在检定力有95%的前提之下 样本数至少需要几个样本 那么以本题来说 α是0.05 β是多少 β各位同学 你要知道β是检定力0.05 那0.95 那么β就当然也是0.05了 那么zα是多少呢 跟zβ是多少 那同学要知道这是0.05的话呢 以双尾来说的话呢 就叫做1.645 这个我们可以去查一下 查一下表 查一下表就知道了 这1.64跟1.65之间的数字 因为这两个都一样 于是我们都用带进去 1.645加上1.645的平方 再乘上这是什么 这是5的平方 是σ的平方 这个是实际的平均数 那么这个误差就是61减掉 这是多少 60 所以等于多少呢 1 于是我们计算一下 我们发现是270.6 实际上我们需要几个样本呢 我们实际上需要271个样本 在研究的设计之中 这个样本除了抽样的技巧 抽样技巧非常重要 要注意的是 有关于是随机样本啦 那个部分来说的话呢 是另外的一个研究的范围了 这个样本数的规划 非常的重要 它涉及到了什么呢 涉及到了我们的困难度 以及我们的成本 但是啊 在临床试验上来说 足不足够 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如果是说 我们的N不足够的话呢 N降低了 我们的减定力相对也会降低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成不成功 重要的关键 在N N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 关键 大家先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